14号晚上2024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在深圳音乐厅举行 本届音乐季将持续到10月30号 历时47天将为大众献上21场音乐盛宴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玲参加活动 在狂欢节序曲热情奔放的旋律中 本届音乐季正式拉开序幕 开幕音乐会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共九首曲目 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同台献议 携手奏下跨文化交流的时代华章 打剧也很少作为一个国际音乐节的开幕的表演的一个形式来呈现 我觉得是非常荣幸 而且能展示我们深圳 能展示我们一带一路国际音乐节的多元化 就像我们的宣传语一样 连接中外 沟通世界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我希望不是最后来到这里 因为整个屋是非常奇妙的 我并没有想到它那么美丽 我认为它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它是一个美丽的气氛 所以真的很美丽 相比往年 本届音乐季原创新作首发首演作品大幅增加 共十台节目或是参演艺术家首次来深演出 三部违约原创作品实现全球首演 其中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 马林巴胁奏曲 《湾曲鹤明》在开幕音乐会上世界首演 演出结束之后 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 这个音乐会特点是融贯中西 融贯古今 无论是从乐迷还是从我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来说 都觉得这个音乐会给我带来非常大的享受和艺术上的熏陶 我们有三首专门为大湾区创作的交响演作品 来自全球的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很有意思的一些音乐家 他们非常兴奋也非常高兴见证中国的飞速的发展 见证了中国大湾区的 见证了深圳的一带一路音乐剧的多元化的一些艺术的呈现 本届音乐剧以湾曲共新生思路共明天为年度主题 涵盖音乐会音乐剧芭蕾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汇集来自塔吉克斯坦 突尼斯 奥地利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以及法国 英国 德国 挪威等超过20个国家和中国 香港 澳门等地区的优秀艺术家团体 演出地点覆盖了深圳音乐厅 龙岗文化中心 深圳保利剧院等演艺空间